香港的舆论市场越来越是一面倒 一面呼应政府的政策 较少说出一些真实的情况 今天《信报天》社评 其实都很大胆地说到香港的前景 经济前景是内外交困 很严重的问题 刚才我点出了社评中两个很特别的名词 一个说香港失业率 失业率3% 但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更加说出香港特区和内地都呈现弱复苏 这是一如重的 这不是说你感觉或认为实质的公济数据 第一个数据失业率3% 有些人说逆后复常是这样 但是如果几年以来 一个劳动人口 其实少了二十多万 少了人 其实各行各地说不够人 失业率这么低 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假象就是 香港第一 那个人才 那个职位 以及可以提供 符合一些职位的人 劳动人口 是少了 这个情况其实很严重 因为人多好办事 其实人多也都可以提升 一个地区的总体生产力 现在香港是不够人 走到哪里 大家心照不宣 有些就说 逆后的人觉得应该珍惜眼前 所以有些人就享受人生 但是也相当一部分是移民走了 所以我们早前去讨论这个 这个输入外劳政策 政府其实有了蓝图 有了数字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繞过了劳顾会 到最后孙儿走出来补获 没有 劳顾会很重要 很重要 实际上你都看见很多政策 就是你全部从上而下 你将原有香港一个咨询机制都跨过了 那便很快就执行 没得了 但你看见输入外劳 很多事情只是看见表面数字去填补了它 而没有深度去分析 香港整体的西域率 香港整体的人才的配套等等 这方面似乎 尽量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但是有时候你头痛就查铁打走 你脚痛不知吃什么药 你吃错药了 信报提出那个警告 你会令到矛盾增加 甚至是引起社会一些冲突出来 是的 另外刚才老总你所提及的 就是说那个药复苏 这个情况从一些数字来出的 那个出口货值 和进口的货品 所有这些数据都是跌的 而且是比预期跌得更会多 这个反映经济复苏的步伐 原来是不似预期的 是这么缓慢 香港宣布通行复偿 很多财经人士都要唱号 股市又弹了多少 但你看到香港的股市 一潭死水 楼市一潭死水 就看到香港人最切身的 那个经济的寒暑表 还有现在最大问题摆在面前 我们都说过几次 你填海北都会 那里五千多亿 初步估计 政府的财困 你再加上现在那个经济的内优 外困 你怎么去埋单 你怎么去用 就是你本身那个经济底不好 本来经济底不好 你又计划 由这些大型机制可以冲起 发觉是否冲得起 你完全没有一个很有说服力 特别令到这些大MASA 财金等等 这个是我们值得走的路 那你现在又要定了调 不走不行 钱同何来呢 这个问题 所以你扎句话 你先计算一条数 你不要说 有很多方法 去集资 你计算到数字 另一个问题 就是本地的消费 即是弱了 昨天我和班哥 做MASA show的节目的时候 班哥刚刚从大陆下来 他说 是呀 回大陆那些车和船 哇 爆了 但回来香港吃饭 哇 香港水尽额飞 这个是没有人的市况 你不要想着没有亲戚 很难订位 大家平时省一省一省 放一次烟花 放一次烟花 出去吃一餐 然后过一些比较清晰的生活 这是真的 一方面 我昨天说过 那些最有消费力的阶层 那些流失很重要 而甚至那些高薪族 都觉得前景太不明朗 一来就尽量留多些身边钱 和那些投资全部缩水 另一方面 没有心情消费 这个是你很难了解的 是 我是有钱 但我没有心情消费 有些人说 背靠祖国一定没有死 但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是怎样 又是数据骗不到人 内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 内地的劳动人口年龄 高峰期已经去到 但也跌了8亿多人 不过有一个数据 我和老总去年已经说过 珠三角地区的青年失业率 不止是双位数 是跌到20%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内地的新世代又要躺平 不让我躺平 我就要45度 你发觉多努力 其实市场上的竞争是这么大 你没有背景 没有特长的专长 你想找一份好工都很难 你扮着二手收入率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号 当然相信各方面的专家 都在头痛 如何维持高的增长 因为多年来中国 就依赖高的经济成长 去支撑着努力市场 有足够职位 有足够职位 社会稳定 但是经济的指标是否真的升得这么厉害 又不是 还有一件事 不单止是失业率高 就是年轻人 特別年轻人 最近有一个消息 就是一间国企 是专门做电池的国企 一口气 解聘了 原本是会招聘的 二千个影界毕业生 不请 国内这些大企 其实它都有个国家的社会责任 的确是可以明白 国内大企有个责任 尽量会请多些员工 但生意一收缩 盈利一收缩的情况下 你都要计算 你发觉 为什么没那么多生 这就是社会政治经济 全球地缘政治 美国制就是加加 当你看到 现在和中亚峰会 打通了另一条 陆上司头之路 那里有投资才有回报 有一件事 就是其他的资本市场如何 有商品大王之称的罗杰斯 他提出警告 他说各位准备迎接 他有新之年见过最差的熊市 最主要就是 过去美国的债务 14年来 债务增长是很厉害的 怎样去应付呢 就是高利率去解决问题 高利率对于普罗市民来说 都挺严重的一个问题 当然说到美国经济 那些几天就说到两党之恩 债务危机 该经验到最后 都是给他防债的 一定是解决到的 不会说令美国政府停摆 但美国面对对问题的去美原化 去美原化再带来的冲击 这方面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其实是在做很多功夫 去美原化 去美原化 不让你说了事 特别经过俄乌战争 制裁俄罗斯 就是10美元 我现在就要加强人民币的华视权 于是很多商品和人民币去结算等等 这方面不断进步 不断在做 但突然间整个国际原用的游戏规则 一改变了 那个冲击多大 这也是罗杰斯担心的地方 不要紧 香港又有政策顾问团 又有专家小组 那麽大群人在这 那麽大群人 是不是真的解决到问题 关外队都已经成立了 有没有解决到问题 看回搭手顾问团 我刚才说到 是有几位中央级 国家级的智囊 在这 这个是很重要 但这方面 只会少些真正具比 国际视野宏观格局的 一些的 无论是学者好专家好 你可以看到的情况 最近我们昨天说笑 说黄仁勋这位新发彩 因为AI的新市场 他的身家暴升到是说笑 不是说亿 是说笑 笑了几个圈我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计算 可以看到 这些是具备全球视野的专家 这些又是一个机构的总裁 回到台湾一方面 就很轻松和台湾民众去说笑 唱歌 去到夜市买东西吃 又说了几个台湾话 取悦大家 但他带来很多新思为亲自激 这些是国际级的视野 国际级是想什么方法 你想想香港 我们没有这样的人 香港是有这样的人 你用不了 或者不想让你用 你千万不要找我 因为他还要到国际那里走 说到国际制裁 亦令港官保守说 但就算你超哥开到声 好像还没收到帖 现在做港官 或者做不出头是最好 所以律政署是有一个 特别检控部门 现在是解散了它 散到其他地方 因为你特别承担这个组 那会变成人制裁你 整组制裁它 所以当我对美国 这些道不道理 制裁港官等等 我都很反感 这样的方法对香港 是毫无帮助 只要更加害惨香港 你可能对美国的议会来说 现在交代 我作出回应制裁它 制裁几个港官 对香港各方面的发展 有什么正面作用呢 即是雪上加伤 现在类斗类伤 大家出失伤权 但最伤是香港 是的 香港究竟何去何从 即是面对 现在真的 不要说政治 但是我今早和老仲 都谈了一段时间 就是 以前我真的记得很清楚 曾蔭权年代也好 就算是林郑月娥 初期的年代也好 主力发展香港经济 不要搞那么多这些事情 把整个社会的重心 人力物力 不要花时间讲政治 不过现在 现在是 各种事情都跟政治有关 无端端 都是要烂到政治上面 做港官的那些港官朋友 现在就是 我上头叫这样做就做 要听这个讲话 学习这个讲话精神 最重要是识背一两段 可以行礼如宜 尽忠职守 其实心目中 早点够钟 咬粮 退休 不在热厨房 这几年中要不要出错 保持一个立级 一旦可以 臨尾升多两级 那份厚绿就厚一点了 是的 香港不是 最惨的 我们的负担更大 小市民 那些油家 那些油家 消费犬 明年都 一来 冬过水 以后你看到政府的负责 因为明年 交易州人工岛 以及北部都会 差不多上马 那笔钱都不知道怎么来 现在我想 那些东西 藍途是会有 但落实到 你主要就是看回大妈撒怎么看 即是连年香港最有经济实力的大妈撒 都未必真正很认同 说的是赞成 现在不敢反对 你反对 你反对枪打出头鸟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即订购支持